大家都关注这个股份 我们谈谈阿里巴巴 董事会已经受权了管理层 申请在联交所 主板主要上市 预计今年年底 就可以完成主要的上市流程 完成之后 阿里巴巴在纽交所 港交所 就会是双重主要上市 并且有望成为 湖港通、深港通、北水的投资范围 阿里巴巴2019年 就在香港第二上市 现在大约有60%的股份 在传入了Sikis 其实见到阿里巴巴 股价来说近日也弱势 再次失手100元关口 以及穿了多条移动平均线 你认为这个消息 对阿里有没有一个 小小的提振作用 相对上就会好一点 尤其是它昨天失手了100元的时候 变成会有一些买盘来吸纳 再加上有现在这个消息的时候 吸纳的原因相对上来说会更大 我想最主要的考虑是双重上市 变成就算美国真的有一个被退市的安排 有一个走资就肯定在香港这边上市 是完全没有一个问题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 相对上都会比较安心一些 但是在这个安排上来说 对于阿里其实在业务方面 就没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变成你从基本面作为一个考虑的时候 不会因为它做了双重上市 令到股份的股值会有一个变化在 所以我相信 未来市场的焦点 都是下跌之后 它公布了一个业绩之上的时候 会不会比上年同期会有一个改善的状况 相对上来说 如果有这些改善在的时候 对于股价的帮助就会比较大一些 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可能倾向上继续维持在$100至$110 作为一个主要波幅区间的预期 就会比较合理一些